歡迎大家收看《環宇首期》 今日的題目無可避免地講 在2024年 法國巴黎舉行的奧運會的開幕儀式 我們去講不是說 香港的代步運動員有多少名獎牌 而是因為這個開幕的情況 第一件事引起一個非常大的爭議 第二件事也是在開幕典禮裡面 我們發展到很多神秘學的符號 所以這是很值得在《環宇首期》裡面 跟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當然引起爭論的其中一個最大的原因 就是在開幕典禮裡面 有一個圖像被懷疑是影射達文西的 最後的晚餐這幅圖畫 當然現在這個情況已經去到 非常火流風勢 原因是因為這個意象 令到很多天主教的國家 或者是有基督教信仰地區的人 非常反感 這個反感導致了不少的大企業 原本是贊助那個奧運會 但是現在都要退出了 此同時涉及到奧運會開場的錄影 現在似乎在YouTube的頻道 都可能刪斷了或者是清除了 當然這個情況以歷來奧運會的開幕典禮 大家欣賞那種壯觀 或者是一些名人的表演 但是這次這個在法國舉行 大家就要理解一下法國的文化 法國的文化本身是相當之富批判性的 如果從一個學術的角度 就是你當然有很多的事情 你可以反覆思考 但是如果你從一個現實的角度 就是已提出那麼多問題 或者提出這些論據 去挑戰主流的思想 有些人就會覺得 令到人有一種反感 或者是冒犯 這個在法國的學術傳統裏面 事實上是非常突出的 我們如果比較早些有這個 在啟蒙時代的勞梭 伏爾泰 伏爾泰這位哲學家就說了一句名言 就是進攻我不同意你的意見 但是我會以我的生命去保衛 保護你的言論的自由 那為什麼有這個說話的背景呢 這個說話的背景從哪裡來的呢 就是伏爾泰 他在法國封建的時代呢 他是提倡一個言論的自由 而他自己本身因為提倡這個言論自由 他受到很大的打壓 打壓就來自當然有政治方面 但主要是在宗教方面 就是羅馬教廷 於是他對這種打壓呢 他是心痛惡固住 就認為如果一個正常或民主的政治體系裏面 應該容許有不同的聲音 去發表他們的意見 就不應該受到這個宗教的打壓 因為當時那個政治的力量 主要來自在其中一個政治力量 就是來自教廷 他們於是可以做很多言論的審查 或者是對這些知識分子的打壓 而福建太在這個問題上他受得苦的 所以他有這種做法 但是去到一個二十世紀之後 在大部分的地方都已經沒有這種權威 但是福建太的最大的貢獻 我想在法國大革命之後 受他的思想影響 導致歐洲很多國家政教分離 但是這個問題盡了政教分離 但是在現實上 又不是說可以那麼簡單 可以分別得到 這個包括你用的意象 很多時候來自這個聖經裡面 我們今天也要提一提 這個雖然它可能是在諷刺天主教 但是裡面也有些意象是來自那個聖經 這個諷刺就是最後晚餐 如果大家看回那個圖像的話 就發覺裡面有所謂drag queen 就是這些藝裝 男扮女裝或者女扮男裝 或者就是對我們的體型的美感 各種挑戰 比如說坐在正中央那個 是一位肥胖的女士 現在對於這個圖像有不同的解讀 但是大家一看下來的時候 就直覺上是覺得 他和這個達文西的最後的晚餐 那幅圖畫是相當之近似的 但是這個主辦當局 尤其是這個負責設計 這個開幕典禮裡面的這個美術設計 或者是這些形象設計的設計的這個專家 他就解釋其實就不是的 你們大家意會坐在另外一幅畫 記得大概是這個文藝復興的時期 但是他主要是說這個走神 downices 這個問題就來了 就是如果這個是這樣 那為什麼不早些去講解給大家聽 令到大家就不要有這個錯誤的聯想呢 日上其中一軌的所謂的逆服的毛特兒 他都說了這個是和這個最後的晚餐有關的 那誰是誰非呢 現在我們就不需要去在短時間去考究 是不是真的有一種這樣的 是在說希臘的走神 而不是在說基督教裡面 聖經裡面 新約裡面說的 耶穌那個最後的晚餐 而是他已經造成了一個大眾的觀感 就是他是在諷刺這個宗教 這個天主教或者基督教 所以美國也因應了近期的那個選舉 年尾總統大選的熱賜 而到之特朗普也要出聲了 他就說這一種這樣的做法 就是一種羞恥來的 這個也是對基督教的信仰一個冒犯 我們不要理他 這個特朗普是否真心說 而是說這一種這樣的做法 就形成了在某些國家 他在一個選舉上面 或者政治上面 他創造了一個話題 所以特朗普就說 2028年當下一屆的運會 在洛杉磯舉辦的時候 他開幕典禮就不會這樣的樣子了 當然大家都要想清楚 就是特朗普一定贏了 接下來這一屆的總統選舉 在另一邊商量 民主黨那邊 美國民主黨 他們當然是坐在對家方面 他們可能是支持這些另類的性觀念 同性戀者 或者是這些所謂跨性別的一些想法 但這不是我們現在主要討論的地方 而是說他在這次諷刺最後的晚餐和走神之間 有什麼關係呢 首先我們搞清楚什麼叫走神 走神在希臘裡面就是一個紀念 這些希臘人他們懂得做走的方法 一位的神子 但是很多時候就是這些人類的創造 我們都是歸功於一些神跡 譬如說蒼蠍我們做字的 我們不是找人想出來的 是一個類似神的東西 去令我們想到 在希臘裡面也是有事的 這個走神呢 其實可以相對於太陽神 阿波羅 那分別在於什麼呢 就是太陽神呢 就是代表了我們人的理性那方面 而走神呢 就代表了我們非理性那方面 但是這個非理性呢 有它的好處就是我們可以在一些 一些巨型的演唱會 或者巨型的所謂派對party裡面 我們看到那種 就是整個參與 所有的參與者 他處於一種亢奮的階段 甚至是亡我的階段 很多時候這種是透過一種的藥物 或者是酒精 或者其他方法 令到我們達至這一種這樣的狀態 這種狀態呢 是令到我們呢 是感受到那個人生的其中一種 是很特別的一種的提升 甚至有些的想法就是 這一種這樣的狀態呢 是令到我們提升 是進入了某一種 和神秘力量溝通的路徑來的 所以大家不要看這個酒神 純粹是一種紀念 就是讓酒的方法的一個神 其實它是象徵了一個人類 它透過一些特殊的方法 例如藥物、植物、一些儀式 是達致了另一種精神狀態 從而可以和一些超自然 或者神秘的力量溝通的一種方法 當然了 講了這麼多 整個疑問就是 究竟今次這幅圖像是 在說最後的晚餐 還是在說酒神呢 以我看來目前的情況呢 其實這個可能性是 即是諷刺中的天主教是最多的 只不過是因為 初頭那個的主辦人機構 或者是那個設計者 它未必想到那個反彈的力量那麼強 但是我們也理解到 在這個主辦人的角度來講 法國這種文化 即是這種思考的方法 它是故意挑戰你主流的意見 很多這些法國著名的哲學家 都有這種傾向的 例如剛才我們提到的福爾泰 甚至是近年的沙達 一個存在主義者的代表人 在他在生的時候 他很多的言論都是跟當時 法國這些主流的思想 是非常之大的矛盾 譬如說他曾經支持過 所謂法國的激進的左翼 大家未必同意他這個觀點 但是大家會尊重他這種思考的方法 可能今次法國主辦當局都有這種心態 尤其他們會估計近年 對於LGBT這些同性戀 跨性別或者其他另類的性傾向 形成了潮流 但是他未必能評估到 今次的反彈速度或者力度這麼大 所以事後就要做了很多不同的解釋 但是我想這個剩下的時間 大家可能的注意力已經轉了去奧運會本身的競技結果 多於再去計較 那個開幕禮是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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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的損失就是可能在贊助上面 但是我們同時也要知道 就是這一種思考的方法是法國人獨有的 所以今次奧運會的開幕典禮 它的同意以前其他的開幕典禮 有非常之非常之不同的狀況 我們接下來就是一個歷史的評價 對於法國奧運會的開幕典禮 有些什麼呢 這個又留給後世了 但是最奇怪的地方就是 這個奧運會的開幕典禮 它主要都是集中在一些 和神秘學有關的父母裡面 比如我們舉個例子 剛才那個最後的晚餐 也都是一本很著名的小說 《大文新密碼》裡面有提到的 當然這個主題 在今次奧運會裡面 有沒有令到大家有一張聯想呢 這個就交給觀眾自己去評價 但除了這件事之外 也有一些剛才我們說到 聖經的異象 譬如畫裡面有一個騎士 他騎了一匹馬在會場裡面走過 這個代表了什麼呢 這個大家如果熟悉聖經的話 就可以看到裡面 譬如在《新約》裡面 最後那張啟示錄裡面 有提到的 啟示錄裡面提到七封印 每一封印的時候 有一些大型的顯示出來 但是主要都是不好的 就是顯示了那個世界末日 這種是騎士 騎了一匹馬出來 應該是第四封印揭開的時候 這個第四封印揭開的時候 代表了什麼呢 其中一個異象就是死亡 這個在啟示錄裡面有說的 這個問題就來了 武運會 為什麼有這麼多 所謂這些負面情緒的異象呢 用我們廣東人說的那個俗語就是 這個就是大吉利時 所以那個節目上面的編排本身 的確是非常非常之 就是我用一個這樣的說法 是詭異的 為什麼要做到一個這麼詭異的呢 還有它跟這個神秘校有什麼關係呢 很可惜了 今天的時間本身就不是太足夠了 所以我們就留下一集 跟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為什麼在這個法國的 奧運會的開幕典例上面 有這麼多特殊的 要我們懂得這個神秘學的知識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解讀到 大家記得一偷看 《還與首期》的下一集